嘩嘩嘩一把大刀招牌砍下來? 搞什麼呀? 這些改圖其實全部都是出自Tommy的手 他本身住在南美是一個全職的攝影師 一年前就回流回到香港 回來見到一些東西是可能 普通香港人已經麻木了 我知道好像全部東西都覺得很新鮮 回來重新開始 嘗試做一些我自己特別想做的東西 於是他就利用香港的地標、飲食、文化等等 作為改套的題材 香港的街邊的招牌是比較特別的 很多外國人來香港都是拍這些 所以上次離開深水埗見到這個招牌 我也覺得這個招牌應該可以做些搞笑的事 就是和鹿鹿鹿一個香港獨有的交通工具 我覺得特別快和刺激 他一響的時候 有些司機就會不停響不停響 這樣也挺特別的 你以為那一套一定是惡搞嗎? 其實他都很認真用長時間去撿些細節位 試過一張都改了他十幾個小時 他還希望用幽默稀叔的手法 來表達他關注的社會議題 這裏政府想開放街上公園 用來蓋房子 那我想過來就覺得不太對勞 在破壞大自然 為一些小的人著想 那我就覺得不太公平 有時候土地想改它的用途 變貨倉我不如變一個球場 起碼有用多些 有些照片一拿就見到就算了 但是改圖就令人深刻些 還有會想一想 其實我肯定是想說什麼 返導香港都是希望 排出一些貼地的題材 其實都是想大家多些欣賞這個地方 很喜歡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其實可能很多人麻木了 但是如果你看真些 其實都挺搞笑挺好玩的 想令香港人笑一下 開心一下